嗨!我的小孩!好久不見! 時隔大概 我回來了 然後今天我是想要跟大家更新一下生活的狀況 為什麼停更這麼久 然後還有現在在做的事情 好總之我現在跟大家目前看到的一樣 搬到了一個看起來有點混亂的環境裡面 對我搬家了 因為一些原因 因為一些原因 所以我搬家了 然後找房子這件事情大概花了我兩三個月 過程我本來想要拍成影片 就帶著你們一起去找房子 但是實在是太繁瑣了 所以最後我就覺得那我還是先找好安頓下來 再跟大家更新一下現在狀況 所以現在已經是一個第一步驟了 就是我已經找到了一個住所 那沒有意外的話會在這邊住一陣子 房東人很好 他說如果我之後被黃騰打了 然後找到一個更好的地方可以住 就歡迎搬過去 好久沒有拍影片了 而且還是在這種混亂的環境裡面 稍微有一點不習慣 也請你們忍受一下現在的環境 我跟你們說這只是暫時的 暫時的 因為我剛搬進來的時候 它是一間完全的空屋 但是它有附冷氣還有電熱水氣 看起來狀況都還不錯 然後這因為是一間空屋嘛 所以我就只能先把我的家具都安置在地板上 所以現在會看到很多地板上有一堆雜物這樣 但近期內我就會開始購置一些家具 然後慢慢把東西放回它該有的地方 好可愛喔 好總之消失這麼久 不是因為真的消失 而是因為我在搬家 然後搬家這件事情真的很辛苦很琐碎 然後剛好最近這幾個月我也確實比較忙一點 就是跑一些試鏡啊 還是做一些設計的案子 就跑比較多地方 然後我現在很想要跟你們room tour一下 可是我又很猶豫說 因為現在真的太亂了 我也很猶豫如果這個狀態room tour的話 會不會造成反效果 就是大家覺得 哎呀這女的怎麼這樣什麼的 但我後來轉念一想 算了啦 這就是一個過程 我跟你們保證就是家具會在近期內慢慢的 慢慢的進來 如果順利的話 所以你們現在不可以因為髒亂而批評我 了解嗎 好 如果我們達到共識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介紹這個環境了 走 好首先 我大門是一個厚重的鐵門 然後從這個鐵門進來之後 會有一排我的鞋子區 然後這僅僅只是一小部分 我有另外一大箱的鞋子 還在我的行李箱裡面 這個 對 好回來 鐵紙區其實就是玄關 喔不要開那個垃圾 拜託不要看 我等一下就會把它丟掉了 然後這裡就是我的浴室 廁所 小小喬一下小喬一下 我現在暫時就是把我的化妝品放在一個那個綠義大利麵水的碗裡面 根本就是收納小天才 然後 然後我必須說 因為我住的是 喔 這 好 然後我必須說 因為我住的是華夏 然後他的通風管道其實是相連的 所以 就像現在喔 現在就有很重的煙味透過通風管道飄過來 然後這一點其實我已經跟理事長反應過了 然後也跟房東反應過 但他們確實有發通告說 告誡大家管道是相通的 不要在廁所抽煙 但其實效果就是如大家所見的有限 所以目前就還是一直開著他的通風系統 不要讓味道飄到房間裡面 但我其實對煙味有點敏感 所以還是有一點點不舒服 對 好 就是這樣 然後出來之後 會看到的是 Mia他們的飯碗之後會找一個漂亮的地方放 對啦 對啦 然後這是Mia的小老鼠 老鼠屍體們 這是他最喜歡的玩具 好來看一下整體 噔噔噔噔噔噔 亂到我有點不好意思 好 這樣走進來之後 啾啾啾啾 現在這個洗衣機的箱子被我拿來當一個高桌子用 然後上面放滿了我的生活用品 啊好可怕 好 好先這樣 先這樣好不好 先這樣 然後那個會反映那個倒影也不好看 不要看不要看 好轉過來這裡 然後這裡目前是搬家紙箱 上面放了一些我的水 還有小點心之類的 然後這裡是一支咪酒淋 它越來越大了 希望你們看得出來 然後這是三個紙箱堆積而成的 暫時的電腦辦公區 是不是 紙箱善用的非常的廣泛 然後這個睡墊是朋友贊助 就是我一開始來的時候沒有床 所以朋友就買了一個睡墊 讓我睡在上面 我們謝謝他 我們謝謝那個朋友 對 然後這是我另外一個朋友 用他的身軀 把他從樓下一路扛到我的房間裡面 我們謝謝他 我們謝謝這位朋友 然後之後我就有床了 一開始我還睡在睡墊上面的時候 我另外一個朋友是樂視的業務 然後他就拿著這過來 這是一個翠玉白菜的熔毯 我就靠著這個熔毯 然後還有這個睡墊 這個睡墊 度過了一段時間點 對然後 喔!這裡 這裡有一個枕頭 是我最近得到的 這也是我另外一個朋友 一聽說我沒有枕頭 都睡在娃娃上面 他就送了一塊他家 沒有用到的枕頭給我 然後很新 就好感動了 所以現在這個家裡有一堆我的朋友給的東西 謝謝他們讓我不會在前期就住得很不舒適 然後這邊出去就是陽台 這個陽台 我買了一台洗衣機放在旁邊 今天洗衣機要來了 今天洗衣機要你要不要開個燈 很暗嗎 看起來很像恐怖片 還挺好的吧 就是裝機大哥 我不會啦 我不會唱 外面是那樣子 看起來很重 不會啦 他其實比我想的還要再大一點 背後有光的男人 不要再講這樣話 我們遇到了一些小狀況 你自己說吧 是地板不平嗎 對地板不平 所以大哥請問找了一些東西來塞 對來塞 對 那本來是要我塞在你的嘴巴的 然後晾衣服都是晾在上面 上面有一個曬衣杆 然後還有旁邊這裡 這裡現在目前真的很可怕喔 現在這裡 其中一個雪屋也是朋友買的 我們謝謝他 好多朋友送的東西在這裡 然後這個架子 這個架子是我從 朋友的店裡面 他說你要不要先拿一組回來架 因為 因為 暫時用不到 所以這個架子 其實也是朋友贊助的 就先暫時放在這邊 然後解決了我蠻多收納的需求 只是還 遠遠不夠 對吧 本來我的衣服都像屍體一樣 就是放在那個黑色的塑膠袋裡面 可是因為我之後去IKEA先買了一些 這個橘色袋袋 我好像買了五個吧 然後就先把一些衣服放進去 可是還放不太下 所以有一部分我是直接掛在曬衣杆上面 然後另外一部分就是旁邊看到這一堆 這一堆 暫時先放在這裡 然後還有一部分是放在這裡 衣服也太多了吧 你這麼可愛是想要怎麼樣 我每天掃地都掃你們的毛 然後你現在給我躺這邊 像一攤爛肉 你可不可以去上班 嗯 還是我去上班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在家整理房間 對總之現在這個狀況就是大家看到的 我收納空間還明顯不足 但不要擔心之後這件事情會解決掉 然後當然我也會拍成影片跟大家分享我做軟裝還有設計的過程 然後今年算是我的想法 還有我的生活都發生巨大變化 蠻混沌的一年 但還是努力的想辦法把生活過到最好 然後因為真的受到蠻多朋友的幫忙 就是每當遇到事情的時候才會發現 哇原來身邊有這麼多很珍惜你的人 真的是蠻感動的 包括一直沒有退我頻道 一直留在這裡的你們 對我來說也非常重要 嗯 就謝謝你們等我這麼久 然後也謝謝你們看好我之後 未來的方向 那我也會盡力的做出不會愧對你們 也不會愧對我自己的作品還有選擇 好就是這樣 期待你之後我們更美好的相遇 對 掰掰